在中国历史上,每一个皇帝继承皇位的方式都是不同的,有的是打出来的,有的是继承过来的,而且每个皇帝的特点也不一样,例如,有些皇帝武功就非常高,那么在中国众多皇帝中,那五位的武功是最好的。 独立史,明氏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,第五名,商咒王。 地心继位后,重视农丧,社会生产力发展,国力强盛,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,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,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,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,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,安徽,江苏,浙江,福建沿海。 地心对东南夷的用兵,保卫了商朝的安全,毛泽东在评价地心时说,其实,周王是个很有本事,能文能武的人,他统一东南,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,在历史上是有功的,地心统一东南以后,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,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,促进了民族融合。 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,但原东已已克服,因人南下及江湖,南方因之残开化,国言有诵经语书,地心敢于割除先王救弊,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,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。 补充兵员,参军作战,他蔑视陈归陋俗,不计似鬼神,他选贤任能,唯才适用,不论地位高低,他重视扩张领土,发兵攻打东夷珠部落,把中国疆域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,国土则扩大到金山东,安徽,江苏,浙江,福建沿海,是武功最厉害的帝王。 《史记》中记载,帝宙自便杰吉,文件甚名,财力过人,首歌猛兽,直足以巨盗箭,言足以是非,金仁臣已能,高天下内一生,以为皆出己之下,只不过武功再好也没有用,商朝终究还是断送在他的手中。 第四名,宋太祖,赵匡胤,927年3月21日至976年11月14日,北宋开国皇帝,杰出的军事家,政治家,战略家, 他是后唐明宗天成年间,927年3月21日,生于洛阳加玛营,经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东关,得军人之子,父亲赵鸿因,母亲渡市,后汉时赵匡胤投奔淑密使郭威,随其篡汉建立后州,视为周太祖,而赵匡胤则得任东西班航守,驶入患途,后州市宗即位后,赵匡胤受封殿前司都点检,掌握殿前司诸君,市宗死后。 其此工地继位,年仅7岁,隔年960年,元月初一,北汉及契丹联兵泛边,赵匡胤受命防御,初三夜晚,大军于京城开封府,经河南省开封市,东北20公里的陈桥义,经河南省丰秋县陈桥镇,发生政变,将士于隔日清晨,拥立赵匡胤为帝,使称陈桥兵变,大军随即回市京城,后州工地善位,赵匡胤登基,建国好宋, 视为宋太祖,北宋和之后,宋高宗建立的南宋国座,合计长达319年,在中国古代朝代中,延续时间仅次于两汉,太祖在位期间。 致力于统一全国,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策略,先后灭京南,湖南,后蜀,南汉,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,961年,他杯酒式兵权,解除禁军将领,及地方藩镇的兵权,解决自唐朝中叶以来,藩镇割据的局面。 此后,他又设立封堂库,铸藏钱薄不匹,希望能赎回被石敬堂县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,但是未成而逝世,开保九年冬十月二十日归丑西,976年11月14日,赵匡胤逝世,得年49岁,在位17年,由其胞弟赵光义继承地位,视为宋太宗,第三名,唐太宗,李世民,及唐太宗,唐朝第二位皇帝,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武兼备的明军。 他不仅开创了贞观之志,也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武术家,李世民从小就喜欢骑射和练武,据说他的剑法无人能敌,能百步穿扬,他曾经参加过隋朝对高沟离和突厥的战争,也曾经营救被突厥围困的隋阳帝,他在父亲李渊起兵反随时,率军攻占长安,立下赫赫战功,唐朝建立后,他又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,如薛仁岗,刘武周,窦剑德,王氏冲等。 他在玄武门之变中,射杀了自己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,夺得皇位,成为皇帝后,他继续开疆拓土,攻灭东突厥和薛炎陀,征服高昌,秋辞,土玉魂,重创高沟离,设立安息寺镇,使唐朝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。 李世民的武功之高,在历代皇帝中无人能及。 第二名,隋阳帝。 关于隋阳帝阳广,大家都有所了解,在历史上属于人人喊打的角色,荒淫无耻,甚至喊出除了母亲和女儿,其他女人皆可。 可以说,隋阳帝恶平如潮,最狠辣的是庆南山之主。 殊罪无穷,绝东海之波,流恶难尽,那么,历史上的隋阳帝究竟怎么样? 事实上,隋阳帝的确有大功,比如开凿大运河,实行科举制等,都属于功在当代,立在千秋的大好事,深刻地改变了后世中国。 如果单从这个角度看,隋阳帝被网友捧为千古一帝,也有一些道理。 不过,中国历史上有近五百个皇帝,能被称为千古一帝,不仅仅需要文质,更需要武功。 那么,隋阳帝有哪些战功呢? 对于这一点,有的古代史学家称赞他的武功过于秦,汉原乙。 换一句话说,其一,比秦汉更威武霸气。 第一个,统一了全国,五百八十八年,杨广还是晋王,率军五十一万,攻打南方的陈国,五百八十九年。 杨广攻入南京,俘获了陈后主,从战争开始到结束,仅仅只用了不到三个月。 至此,从三百一十六年西晋灭亡之后,中国再次实现了大一统。 第二个,击败土玉魂并开疆拓土,土玉魂原为鲜卑的一支。 随初,土玉魂经常伙同突厥围攻随朝,六百零九年,隋阳帝亲征,迫使土玉魂男女十余万投降。 此后,在此地设立四郡,地跨津青海,新疆,实现了开疆拓土。 和经营西域。 第三个,二巡突厥,巩固北疆安全,隋朝初年,国士如旭日出生,蒸蒸日上,东突厥自认隋朝蜀臣,愿保赛下。 607年和608年,隋阳帝二次北巡突厥,有效地巩固了北疆安全。 第四个,开拓琉球,加强彼此联系,东汉时期称台湾为遗州,隋朝称为琉球。 隋阳帝时期,进一步加强了和琉球的联系,首次开拓台湾。 在此之前,三国时期东吴船队和台湾的联系,主要是路过,谈不上开拓。 第五个,三征辽东,虽失败,但仍是壮举。 隋阳帝三征辽东高沟梨,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,隋阳帝失败的原因很多,在此就不多说了。 但隋阳帝征伐高沟梨的原因,却让人动容,不给子孙留疑惑,目光和其长远也。 关于隋阳帝的战功,主要是这五个,但就这四个,足以说明隋阳帝的眼光和战功了。 相比那些历史上好评如朝的皇帝和隋阳帝相比,是否汉颜呢? 第一名,南朝宋刘豫。 论起功过,中华历史上的皇帝们自可以坐而论道,说他几天几夜,但论起历史上最能打的皇帝,南北朝中宋朝的开国皇帝刘豫,可以说是笑傲群雄。 宋武帝刘豫,363年4月16日至422年6月26日,自德鱼,小明济奴,汉族,祖籍鹏城县隋宇里,金安徽省萧县城东北二十里,兴宁元年3月剩余京口,金江苏镇江,曾两渡北伐,收复洛阳,长安等地。 宋勋卓著,南北朝时期宋朝的建立者,史称宋武帝,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家,改革家,军事家,刘宋开国之君,刘豫不是天生就当皇帝的,宋朝的天下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打下来的,他是寒门出身,从小混迹江湖,没有门法依靠,唯一能让他出头进入北斧兵的只有一个原因,能打。 如果老使官司马光没有吹牛的臭毛病的话,刘豫应该是历代皇帝里个人武力值最高的,据资质通鉴,记载,隆安三年,三百九十九年,十月,原西安太守吴斗米道教主孙太的侄子孙恩,在浙江造反启示,十一月,扶杀会计内使王宁芝,孙恩自称征东将军,义是会计,吴郡,吴兴,一兴,林海,永家,东阳,西安等八郡,金江苏,浙江境,分级响应,旬日之间, 义军发展至数十万,十二月,刘劳之至浙江镇压孙恩起义,义军远道囤结,刘劳之命,当时他的手下刘豫帅数十人,去侦查义军的行动。 正欲义军数千人,刘豫及迎击之,从者皆死,欲坠岸下,肥林岸欲下,欲份长刀仰卓杀数人,乃德登岸,仍大呼逐之,贼皆走,欲所杀伤者慎重,资质通鉴,卷帝一百一十一,这是啥意思呢? 解读一下就是,刘豫带了十几个侍从,去侦查起义军的敌情,被敌人发现,受到孙恩数千人围攻,于是刘豫他奋力反抗,侍从们都战死了。 当时刘豫已经是参抚军士,刘劳之之子刘靖宣见刘豫久去不返,于是带人去寻找。 结果到达战场后看到了惊人的一幕,数千人正在前方逃命。 刘豫一个人在后面追杀,一个人追杀上千人,刘靖宣遂率军出击,大破一军,斩获千余人,又乘胜追击,一军兵败,孙恩退回海岛。 刘豫在他军事生涯的第一次作战中,便以勇猛的精神,以少胜多,一亿敌迁,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 这不是传奇,这简直是神话,只此一战,刘豫就能吹一千年。 感谢您阅读,赞赏与分享本文,感恩您点点订阅,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,请积极参与留言,与大家一起分享。